女人不小心摸到警察屁股 竟意外读取到了对方的记忆 在被警察当变态摔倒在地后 小姨非但没有喊疼 反而还一脸的兴奋 因为自己超能力终于有了进展 起身后小姨又碰到了下班回家的闺蜜 趁对方不被她猛然上前试了一把 可却并没发现任何一场 这时小姨有点搞不懂了 自己可以读取所有动物的记忆 可放到人身上就时零时不灵了 失眠的她想打开窗户透透气 突然发现先前的警察竟一直在盯着自己 然而小姨并不知道 明姬是在调查一桩有关毒品的案子 她也不会料到 这个案子竟会扯到无辜的自己身上 第二天小姨回到宠物店正常工作 大叔说她的狗最近不吃东西 却还整天活蹦乱跳 于是小姨把手放在狗屁股上 瞬间看到狗狗最近的活动情况 原来小狗在主人不知情是偷偷溜出家门 在邻居家饱餐一顿后再溜回来 小姨告诉大叔小狗没啥毛病 只需回家把狗洞堵上就行了 大叔听得一头雾水 认为自己被忽悠 没有开药却让自己付了一大笔费 可当她回到家 果然在院子角落发现一个狗狗 小姨的医术很快在村里传开 以至于阿猫阿狗又鸟配其童童找上门来 小店一时变得热闹非凡 就连晚上她也没有歇着 小姨又一次被邻居阿呆请去给母猫看了 可路上她意外发现阿呆头发最近稀疏不少 在问起对方缘由时 阿呆说流星降落那种 在场的她和小姨一样都拥有一超能 小姨 于是兴起的阿呆开始四处乱摸 没多久就开始严重调发 她说这可能就是超能力的副作 听完的小姨顿时惊恐万分 连夜回家就要将小店暂时关门 而爱才兴起的姨妈却还要她继续营业 可悲小姨给一口回酒 第二天她就开始关注自己的头发 而姨妈却并不打算让她泄认 谎称出门旅游把小姨骗到水产基地打赢工 工作内容就是帮鱼儿们打疫苗 当得知每人一天要打上万次时 小姨吓得顿时一阵手软 一天下来 只见她熬的面色发暗筋疲力尽 而正当她准备收工回家时 警察铭记的毒品案正在附近走访调查 而她看见小姨手上的针管和一脸的零 突然意识到什么 紧接着又是一记过肩衰 小姨无辜地躺在地上一脸茫然 客人